在遥控器上面接上两条线 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解决了很多家家户户的难题 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遥控器后边的盖子打开 然后呢我们接线的时候呢 把电池拿下来一直 把这条线呢我们直接这样折叠一下 给它挂在这个碳簧上面 我们来看 只需要接两条线 这条线给它接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条线接在这个电池上面 遥控器上面接一条 电池上面接一条 把这条线呢我们可以用个胶带 给它粘上固定一下 就这么简单 你拿看 把这两条线就这样接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先测试 把这两条线给它接在一起 你看一下遥控器 上面的字就有了就有反应了 是不是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 像平时家里的电器不同电了 不同电了 一般都是上面的电源线断了 或者是家里的电方锅不同电了 那么怎么检查这条线好坏呢 还有就是家里的电水壶 怎么检测开锅好坏 或者偶尔器的好坏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了 我们先来检测这个充电器 像充电器不通电了 或者充电的时候不变 不变绿灯了 一般都是上面的线坏了 我们来检测的时候 你拿看 只要呢 把这条线接在插头上面 另外一条线呢我们给它分别 接在这个上面来测试一下 如果这样测试上面 阳光器上面 有数 有这个字显示 就说明了这条线它是通的 再来测另外一条 如果不显示呢 就说明这个线它是断的 这个方法呢 比弯表还好用 很多人呢也没有弯表 是吧 而且呢 它还可以测量开关 你来看 我们把这开关 给它先打到开的位置 然后呢 来检测 上面只要有字 就说明这开关是好的 如果没有字呢 就说明这开关 它就是坏的 用这个方法呢 非常好用啊 把它分享给你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